电灯的出现 让人类告别了黑暗 而LED灯的诞生 不仅给人类带来绿色的光源 也帮助植物的生长 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 先行绿色光源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 《透视新科技》节目 我是主持人盛春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我们生活当中的光源 在一点点改变 比如说像过去的白纸灯 还有日光灯 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LED灯 它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 叫高光效长寿命半导体光源技术 这项技术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们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谢谢大家 对 我们也会先есто 谢谢大家 我的手提升 再转道 下转力 就是 很高兴 我们 我觉得 咱们 红色 有什么 你的手提升 就 不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了照明之外 未来还会有哪些新应用 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的研究员李静敏 接下来一位是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局产业联盟秘书长阮军教授 两位先跟我们科普一下 什么是绿色光源 从绿色的角度出发 我觉得毫无疑问就是高效坚能 这就是绿色的这么一个概念 说起来光源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从早期的进入电气化时代 艾迪森发明灯泡之后 应该讲的话到出现荧光灯 到节能灯的时候就应该是比较节能了 在当时的时代也是绿色的 对 在当时时代也是绿色的 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 人们对于高效节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就是要求这个光效会更高 消耗的能量是更小 这个时候就阴郁而生了半导体的照明 阮先生 在我们这个照明领域当中 这个绿色应该怎么理解呢 像李老师讲的光源本身的绿色 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 它的绿色 这个绿色实际上就是说节电 是带来另外一种绿色 因为中国的这个电力的产生 80%是煤的这个火力发电 我们节电实际上也是从另外一个绿色 来降低这个节省能源 它也是一个绿色 它除了高光效之外 它还有一个实际上它这个全寿命周期呢 节能环保 什么概念呢 它基本上没有有害物质 你比如说它用到的是氮和氮化加的材料 氮实际上是在自然界中 风度最高的一种材料 加嘛这都是一种无毒无害 它不像节能灯 它可能还涉及到有蛊 这对环境是不友好的 那么LED的灯呢 它基本上全寿命周期 制造过程也好 还是它回收的过程中 都是环境友好的 到目前为止 最先进的绿色光源是哪一种 高效节能的好语文就是半导体照明 这个半导体照明是我们学术的说法 到我们生活当中是怎么叫呢 实际上在生活中的话应该说 就是叫LED的发光 LED 对 LED实际上就是也是英文的 发光耳机管的三个瓷头 就是叫LED 我们听到这个概念 叫基于第三代半导体技术的LED照明 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 日常我们大家都有概念 有导体 比如说金属铜啊 什么铁啦 这些都是导体 有绝音体 你比如像我们这个木头啦 玻璃啦 这都是绝音体 实际上半导体很简单 它就是介于导体和绝音体之间的这种材料 就是半导体 好 半导体它介于导体和绝音体之间 半导体它有什么特性呢 它就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特性 什么呢 就是电光转化的这个特性 这是导体和绝音体所没有 获得这种效应 还非常弱 体现不出来的 而只有半导体它有这个特性 什么概念 它就是说基本上它通了电 它就能产生光 或者你接收光 它就能产生电 举两个很典型的例子 一个就是LED 就是我们半导体照明发光 还有一个是光辅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电池就接收光 太阳光它产生电 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 如果要讲到这个第三代 可能就要稍微延伸一下 第一代是什么呢 是以硅为代表的 这种单一元素的半导体 它所形成的这支个 就叫第一代半导体 它的典型的应用 带动了全球微电子产业的发展 以硅为代表的材料 在集成电路上的广泛应用 已经渗透到我们 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这就是硅到目前为止 依然是整个半导体产业 占有主导的地位 但是它依然有一个短板 它的电性能很好 但它不会发光 由此就应运而生了 以生化家和零化音为代表的 这种两种元素 形成了我们叫化合物半导体 这叫第二代的半导体 第二代半导体它具有什么特性呢 它具有很好的光电特性 第二代的生化家和零化音为代表 奠定了信息产业的基础 什么概念 我们当今的移动通信 光线通讯 我们的互联网 全都得益于它 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 人们对节能环保又提出更高的要求 怎么样来形成一种高效节能 这就由应运而生第三代半导体 第三代半导体实际上它没有替代的关系 完全是补充递进 补充的这么一种关系 明白了 所以第一代奠定了全球我们人类社会的微电子产业 第二代奠定了我们人类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的信息产业 那么第三代就是奠定了我们 或者开拓了我们进入新的世纪之后的话 节能环保产业 好 说到这个话题 我们一块来看看天官的短片 随着第三代半导体技术的发展 半导体芯片的光电转换能力 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LED灯正是利用半导体芯片 直接将电能转变为光能 LED灯的发光原理并不复杂 但是从人类认识光电感应原理 到最终规模化应用 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那么科学家们为什么要研制LED光源 他们在研制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难题 说到绿色光源 我们强调了LED灯 还有半导体的这种技术 我相信都是相对于 过去我们传统的技术而言的 变得更加绿色了 更加环保 对环境也更加友好 我们过去使用的传统的这些光源 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两位跟我们说一说 几代光源的发展跟发光原理有关系 大家最早知道的白纸灯 从电器时代白纸灯 它实际上是电变成热 变成发光 它实际上是在2000度以上的 高温以后发光 第二代光源 实际上是气体放电灯 像我们讲的荧光灯 它是真空 以后通过这个离子 去激发荧光粉来发光 像半导体发光呢 实际上是由电直接来发光 所以说这几种光源 它的发光的原理都不一样 所以它们的这个光效 就是说是不一样的 就像这个电变成光的这个效率 白纸灯大概在10到15流明 每瓦 这个词比较专业 荧光灯大概在50到60流明每瓦 像LED的灯 它现在能超过156明瓦以上 如果器件来讲 可能应该能达到256明瓦以上 这是数量级的差异 所以它的节能的这个效果 就体现在这个光效里面 在使用寿命 还有这个环保方面 总在哪些问题 寿命上白纸灯的寿命 在1000小时左右 荧光灯的寿命 大概在1万小时 但是LED灯的寿命 应该在3万到5万小时以上 那对环保呢 对银宫灯来讲 它最大的一个是寒拱 拱的就是俗称叫水银 水银像对人体 是有很大的危害的 因为全球现在 也在淘汰这个寒拱的产品 除了它这个生产过程中 要用到拱 另外它有回收的过程中 因为这个实际上拱是很难回收 所以基本上你看 我们把煎灯灯也好 荧光灯也好 要它坏了以后 如何回收就是一个大问题 这个回收的成本极高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 因为回收的不到位 导致这个拱渗透到地下以后 造成新的污染 永久性的这种 拱的污染 是非常严重 几乎对人类的生态 是毁灭性的这种影响 我们现在谈到的绿色光源 就是LED光源 您作为这项技术的研究者 同时也是这项技术 我们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的获得者 您觉得这项技术 它的难点 提醒是哪些方面 首先第一点的话 就是如何 刚才提到了 反复提到了一点 这个作为绿色造明 它最基本的一个要素 就是提高它的光效 早期的时候 无论是材料的生产技术也好 还是芯片的制造技术也好 水平相对来说还比较低 从性能上 只是比白智灯略好了一点 刚才都已经提到了 白智灯本身就是要淘汰的 低效造明的一种产品 那你只是比它好了一点 大概举一个数据来说的话 白智灯大概在12到15流明瓦 知道这么一个数据就好 就每瓦产生多少的光 就12到15流明的光 那么LED呢 在那个时候 我们刚开始启度做的时候 也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水平 好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 实际上那个时候的 荧光灯和节能灯也好 基本上是在30到40 甚至节能灯都能到60 甚至更高一点 所以你看 几乎你现在十几流明瓦 这么低的光效 怎么能来替代照明 所以当时我记得 我们设定的目标 就是有两个指标 要性能提高八倍 价格要降低100倍 当时最高光效的人造光源 是以钠灯为代表的 它是多少呢 120流明瓦 所以那时候我们如果要按照 我们是15流明瓦 你要对标最高光效的人造光源 不是节能灯 要比节能灯还要更高 对标最高光效的人造光源的话 从15流明瓦 要增加到每瓦 120流明 就是要提高八倍 但是价格要降低100倍 什么概念呢 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光源 要卖到100多块钱 那么贵的东西 老百姓怎么用得起 他不可能说进到 千家万户里头去 所以就是说 你要把100多块钱的东西 要把它降到 变成一块钱 才有可能 当时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应该说通过这么多年来 大家的这个联合公关 不单单是科研 把我科研和产业的紧密结合 再加上国家各部委 相关的部委的一种 同理的这么一种支持 几个五年计划的 这个科技计划也好 这个其他的一些计划也好 联合的支持 真的是实现了我们这个梦想 那我们这样一个新型的产品 它的创新点体现在哪些方面 两位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点的话 因为实际上半导体照明 它就是利用了半导体的光电的特性 那么要实现这个光电这种效率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为什么导体和绝缘体 它都没有这个性能 而半导体有 首先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要求 就是什么呢 对这个材料的要求极高 它要求这个材料的纯度要极高 而且要求这个材料的这个完整性要极好 所以这就是半导体材料的一种特性 这就是首先第一点技术难点 要把这个材料问题先解决好 就相当于如果举一个 可能不一定很准确的一个例子 你要做一套好的西服 你至少得把这个布料 一定要是做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布料 你如果拿了一个麻袋片的那种 很低档的布料 恐怕很难做出一个高档的这么一个西服 这个可能不一定很科学也很准确 但大概有这么个意思 就是你必须把这个半导体的 具有光电特性的这个材料先要做好 这是它的第一单 下来以后材料做好了还不行 还要把它做成芯片 发光了芯片 这恐怕又是另外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过程 除了芯片之外 下来就必须把它要封装 把它封装好了变成光源 这就就可以用在各种的不同应用领域了 那材料决定了它的品质的提升 那这个成本怎么降低的 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基础研究探索这个发光原理 或者使得能如何制备出 这个高光效的这种材料结构 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的工作之后 通过这些基础研究的这些成果 来支撑了一些在工程化 或者是共性的一些关键技术 在这些方面就包括材料的生长 芯片的设计 芯片的制造 加工等等 这些方面的话 通过极群技术的突破 最后才能真正移植到产业化 在产业化的平台上 现在为什么我们已经打造了 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 在中国已经在全球 是最大的芯片制造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恰恰是这一系列的 从材料 芯片 封装的极群技术的突破之后 最后才支撑了我们国家 整个半导致造明 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生产制造 应用的这么一个现状 我做一点补充 像这里面 随着它的这些的技术的提升 工艺的成熟 上也是在量产的这个规模上 也是有变化 就是说我们原来的这个生产的周期 一天比如说大概在两到三次 但随着我的技术稳定 工艺提升 我一天的这个效率 可以提升到六次 效率本身的提升 还有半导体的材料是生长出来的 原来的这种设备 是比如三片 或者是五片 但随着我们现在量产的技术的成熟 我们可以做到五十多片 或者甚至一百片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上就说基于技术的突破 所以在这个生产 这个效率上的提升 所以把这个成本应该是大幅下降 我们现在谈到的LED光源 那我们从这个发光效率上来讲 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它发光效率的话 就是每瓦 就是相当于是个电光转化效率 因为我们还是通上电 希望它光嘛 那么白智灯的话 基本上就在5%左右 什么概念 95% 我们是本来用它来照明的 但是你通进去一瓦的电以后 它几乎95%的都是没有用的 只有5%是能用到我们看到的光 没错 好 这是白智灯 节能灯会好一些 但是它也依然是在30%到40% 什么概念呢 你给它的能源有一半多 依然是没有用的 专案化只有30%到40% 30%到40% 那目前这个LED这个的话 就是半导体照明这个 或者叫LED照明这个的话 现在它基本上能接近80% 这么大的差别 对 接近8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概念 就几乎它是绝大多数的电能 或者你给它的能源 都变成了人们可利用的这种光 如果都用上了这个LED的光源的话 跟过去我们所用的灯对比 这个节能的效果 我们怎么计算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 这个LED的 在这个整个的照明领域里头了 50%的渗透率 或者就50%的应用领域里头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的情况下的话 那么这时候它的节电的话 是相当于 年节电量相当于是2700亿度 2700亿度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相当于三峡电站 因为三峡是我们国家 甚至在全球都是最大的水利数量了 就相当于三个三峡电站的发电量 这样我们观众听起来 这个就节能的效果就更直观了 那这是发光率导致了这个节能的效果 那它的使用寿命长短是什么样 LED的寿命刚才提到 大概在三到五万小时 因为我们正常室内的点灯时间 比如我们的家庭 可能是五个小时 像这样子算下来 一年两千个小时 如果三万小时的话 就能可以用到十年以上 同样的使用条件下 白纸灯是一千小时 LED是三万小时 寿命是达到三十倍 一说到这个 可能我们就要考虑到 它的环境适应性 因为小的时候 我也有一段有印象 荧光灯到了一定温度的时候 温度太低的话 它就会频闪 这个发光效果就不好 LED灯对环境的适应性 是什么样的 一个LED它的 可以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低温 我们以前也做过实验 像在黑龙江的墨河地区 在零下50度左右的 这种低温环境下 我们做过这种实验 还有一个呢 我们也在一些潮湿的环境 尤其像沿海 沿雾啊 等等这些环境下 就是说它的这种 都做过这种应用 就是说它有这个 很好的温度的适应性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也在一些 特殊的场合 比如说在深海的这个 深浅 我们的一些装备上 还有这个像在外太空 这一些特殊的照明设备上 它在这种抗浮躁的环境下 它都可以有广泛的 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 好 我们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LED光源使用过程中 由于散热少 所以LED灯具 不需要设计 庞大的散热器件 可以将体积做得极为小巧 通常一个功率一瓦的 LED发光元件 直径只有几微米 可以非常方便地 制作成各种外形的灯具 甚至可以直接贴在 器物或服装的表面 2008年北京奥运会 现场发光道具 全部使用了LED光源 从而实现了 前所未有的艺术效果 随着LED光源 走入寻常百姓家 那么除了日常照明外 它还有哪些特殊用途 在过去我们使用 电子产品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印象 当一旦产品升级的时候 就意味着价格的提高 那这个LED灯 它的出现 对于生产和使用 它的成本是提高了 还是降低了 从国家启动了 这个半导体照明工程 这个专项之后的话 应该讲 这个十多年来的 发展的过程的话 除了这个性能的提高之外 包括寿命的提高 刚才讲的是三万小时 实际上是都大于三万小时 甚至更长 另外的一点的话 很重要的一点 第三个关键词 刚才一个高光效 还有一个长寿命 还有一个第三个关键词 低成本 所以正是因为有了低成本 这才使得我们这个 半导体照明 或者LED照明这个技术 就是刚才您讲 现在可以进入到千家万户 老百姓大家都可以用到 目前我们所说的 这个LED半导体的 这个绿色光源 它的应用情况是怎么样的 照明它实际上是 人们最基本的一个需求了 但现在正是因为 有了这种高小长寿命 低成本这么一种光源之后的话 它又刚才讲 拓展了它很多的应用 比如说它不仅仅是照明了 它可能又在超越照明 什么概念呢 它可能在农业 在健康 在医疗上 又得到了更广泛的一些应用 再具体一些呢 在具体一些 比如说在农业 实际上在植物工厂 实际上提出很多年的这个概念 无土栽培的技术 也相应来说比较成熟了 全世界基本上都是这样 但是光合作用这个问题 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 所以恰恰有了半导体 照明LED的这种光源之后 比较好的能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什么呢 真的实现以后 将它工厂化地生产 也就是LED灯 它可以替代太阳的这个光源 来帮助农作的生长 没错 这是过去的传统的这个光源 是做不到的吧 传统的光源 至少它效率低 它就从经济上来算的话 它这个成本就比较高 恐怕就很难再推广 那么将来以后 如果当然现在还在发展的过程中 还不是说现在就已经很成熟了 但已经给我们开辟了一个 新的一个途径 就是在植物照明上 或者在农业照明上 将来以后就变成什么 它完全是工厂化的一种生产 好 我们一块来看看短片 LED光源光线颜色十分单一 经过调整后 甚至可以只发出特定波长范围的光线 这是传统光源难以做到的 而植物对光线的吸收 也有一定的选择性 通常每种植物只吸收一定波长范围的光线 因此可以为每种植物量身定制 专用的LED光源 这样不但可以发挥LED光源光效高的优势 而且发出的光线可以完全被植物吸收 对能源的利用率达到最高 那么除了在农业方面外 LED光源未来还能被应用于哪些领域 这些年我们身边生活当中的光源 不断地发展 那绿色光源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发展 两位我们展望一下 就是说除了照明之外 它还有更广泛的一些应用 实际上就是在可见观的范围 实际上可见观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不单单是照明 甚至在显示这些领域 都有很大的一些应用 很宽广地在新型显示上 在其他的一些应用领域 都有很广泛的一些市场空间 回过头来讲 实际上我们在讲 如果要是在进一步地拓展 它的光谱的范围 我们在可见光实际上是七色光 赤身黄绿青蓝子 但是如果在紫波上 在变短的情况下 就变成紫外线 紫外线大家都有概念 实际上紫外线用于消毒杀菌 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命题 大家都知被子晒一晒太阳了 就能消毒杀菌 但是如何来保证高效的这种杀菌 消毒的话 恐怕就要用到 在医疗也是包括食品加工 什么医院等等 这些方面的一些应用领域 用新的一些杀菌消毒的一些技术的话 毫无疑问 这就是未来是LED 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发展的这么一个方向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来说可能将来以后 我们在家里头 这个光源它在照明的同时 它也同时会对这个室内的空气进行进化 我刚才就想这个问题 因为在疫情期间我们都知道 要勤洗手 没有洗手环境的情况下 有这个免水的洗手液 这个消毒液 我在想 如果有这样一个LED的紫外光源 我们是不是一伸手 通过这光一照 手上的菌就被杀蔑了 有这种可能性吧 没错 完全有 今年我们事实上 也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应用产品 包括跟老百姓相关的 你比如我们有手持式的这种消毒棒 是用森子外线来照射 你进行一些身上 身体或者一般从外面 进入室内的时候 一些消毒杀菌的这么一个过程 现在完全都有 甚至我们现在也开发了一些产品 已经开始应用了 已经开始在用 当然还是属于 还在发展的过程中 不像一个非常成熟的 这么一种商品 尤其是从今年开始 水域公约联合国 就关于禁用拱的国际公约 我们也是128个缔约国之一 从今年就开始 2020年就正式生效了 所以那么这就意味着 近几十年来 甚至上百年来 人们用拱作为产生紫外线 这种光源的这种技术 就必须面临要淘汰掉 那么替代的是什么呢 就是LED 这就跟我们刚才讲到 要淘汰低效照明 全球都在列出了 淘汰白支灯低效照明的路线图 我们国家也是 那么淘汰的低效照明 总要用高效的照明来替代 它是什么 是LED半导体照明 那么好 回顾出来在消毒杀菌的应用领域 要淘汰掉对人类生态 产生巨大影响的这种 含拱的这种 消毒杀菌的这种方式 这种光源的话 那它替代的是什么呢 我们就认为是未来 LED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 还有哪些绿色光源的技术 两位跟我们补充地介绍一下 我个人认为 在可预见的未来 可能半导体 就是人类最好的一个礼物 就是最好的一个绿色 就刚才讲了 它具有一系列的满足 人类社会发展 和人们需求的各种属性 当然了 如果要是更长远一点的时间 比如说50年 100年以后 会不会有新的 更好的一些高效的光源 现在还很难预测 但如果要按照科学院 做技术预测 是按照50年为周期 所以如果要让我判断 可预见的未来 就是50年之内的话 可能半导体照明 就是人类最好的一个绿色光源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做客我们透视新科技节目 跟我们来介绍 有关寻找绿色光源的这样的话题 我希望随着我们科技的不断发展 并且把这些科技成果 映入到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百姓的家庭当中 也会有更多的绿色光源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 透视新科技节目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更多的节目内容 可以下载央视频 去分享其他节目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我是盛川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